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更頻道 香港男演員兼武術指導徐肖強 因為是早年演出電視劇《天蠶變》的雲飛揚 和電影舞狀元蘇黑衣大反派趙無極而廣為人知 昨天有消息傳出,徐肖強是9月1日 因為食道癌而在北京病世,享受73歲 徐肖強的女兒徐穎坤不願意對外多談父親的後事 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張學友歌曲 你是我今生唯一傳奇最逆父親,並打賞I love you 除了幕前扮演大俠,惡人,她私下的感情生活亦相當精彩 最轟動的莫過於是她和米雪妹妹雪梨的一段情 早年曾經和她鬧婚愛情的雪梨,在昨天亦受到發聲哀悼 在1982年,中美成年的雪梨,因為參演電影養鬼和徐肖強相識 徐肖強當時瞞著她的第二任太太何淑歡搞婚愛情 在徐肖強的強烈追求下,兩個人亦發展成為情侶 雪梨於是就介入了她和圈內人何淑歡的婚姻 雪梨被徐肖強小15歲,17歲時為她生了兒子徐偉棚 四年後再為她生了女兒徐穎坤 徐偉棚是加拿大溫哥華的獨立歌手 亦是華語電視台新時代電視節目的主持人 而徐穎坤就是2011年加拿大溫哥華華裔小姐的冠軍 不過徐肖強和雪梨後來並沒有成為夫妻 很多人都覺得徐肖強是害了雪梨的一生 雪梨曾經透露,本來他們在1986年決定簽子結婚 但當日徐肖強忘記帶前妻的離婚證明書而無法成事 最後成為雙方分開的道火線 雪梨曾經表示,當時是自己盲目看錯人 雖然最終徐肖強都沒有給名分雪梨 但多年來雪梨都很少向愛界說徐肖強的不思 她曾經解釋,是因為徐肖強媽媽曾經表示希望她口下留情 因為徐肖強本身形象已經夠負面 她亦理解徐肖強媽媽的想法 不過當時雪梨亦說沒有後悔,還說已經刪除了這個人 隨著徐肖強的離婿,雪梨亦拋開一切的恩怨 以簡短的十字哀到這位舊哀 她留言表示,祝徐肖強先生一路好走 徐肖強生前經歷過三段婚姻,情史轟轟烈烈 1975年與圈外人張小鳳結婚,四年後離婚收場 1980年,她與第二任妻子何淑歡結婚,生了大兒徐亦東 徐亦東是香港的創作人,活躍於廣告和電影界 婚後不夠兩年,徐肖強就踏上美成年的雪梨 雪梨曾經透露,兩人是因為徐肖強投資的電影養鬼結緣 當年一起到泰國拍外景,徐肖強帶她出席晚宴 並當眾疼她,自此點然哀苗 2005年,徐肖強再娶一名小自己三十歲的中國舞蹈員 兩人婚後獄有一對子女 在2017年,徐肖強又爆出 與中國二十三歲艷星有非一般的關係 令人不聲唏噓的是,徐肖強四十三歲的妻子被傳出 在處理身後事期間 疑似因為傷心,加上太過勞累,心臟病發而不幸離世 徐肖強的好朋友兼香港電影工作者 還會發言人田啟文 回應傳媒時表示,徐肖強太太都走了 是在忙著處理徐肖強身後事時,因為心臟病發而過世 徐肖強在香港八十年代,武俠片代表性人物之一 徐肖強1950年在香港出生,父親是一名商人 早年在九龍深水埗成長 就讀昔日位於基隆街的領東中學副設小學和領東中學 在中學畢業後,他曾任職一間洋行的收數員工 之後再轉職股票行做會計民員,負責處理金融產品 後來由於覺得工作沉悶,而且得到同事的鼓勵 於是在1972年,考入少氏電影公司第三期訓練班做演員 出道初期是龍虎舞師 由於七十年代流行武俠片 徐肖強在電影經常以大合的形象出現 在演出麗的電視七合五二展昭一角後,獲電視台上飾 對方有以邏指他由頭褲合約轉為基本合約演員,但未能成事 他第二年客串演出麗的電視劇《大丈夫》受到觸目 之後以邵氏借帳身份為麗的拍電視劇 其後徐肖強在天蠶變,飾演雲飛揚後更聲明大操 一路由香港紅到台灣 這套劇集亦令當時在收視方面,處於劣勢的麗的電視一道擊敗無線 逼對方腰斬同期黃金時段的節目 但期間天蠶變這套劇中途換角,改由顧貫中接演雲飛揚一角 主因是由於麗的電視方面因為劇集受歡迎 而臨時要求徐肖強再做多30集 不過時間上午與徐肖強本身的電影片若有衝突 所以在拍攝《天蠶變》之後的後期 徐肖強一度受傻熟的電影公司慫恿,與電視台鬧不和 他亦在1980年被麗的電視解約,成為自由新演員 徐肖強當時曾被麗的電視發出律師信要求索償35萬 後來再改為索賠大約60萬 雖然如此,徐肖強1980年再次效力麗的電視 後來仍然不時演出亞視劇集 而雙方最後在1982年亦進行庭外和解 對後期,因為新人背出,徐肖強專營成為反派 尤其在周星馳電影《舞狀元》蘇赫伊當中一改大合形象 飾演大反派照無極又再到包紅 據說徐肖強本人原本都不知道 為何周星馳會找他做舞狀元蘇赫伊 因為兩人當時幾乎沒有交集 直至去年演員黃一山才抖音透露 三十多年前周星馳還未戴紅 有時會去disco唱歌跳舞 但身上都沒有任何錢 徐肖強當時曾經請過他認識 雖然徐肖強說不記得這件事 但周星馳仍然很記得這份情義 所以在走紅之後,一直都有尋找合適的機會 原本周星馳想找徐肖強拍《圖學威龍》 但似乎不太適合他的角色 後來《舞狀元蘇赫伊》裡 有個角色是武功高手 於是周星馳就請徐肖強飾演這個反派角色 之後徐肖強參演過百部影視作品 然而隨著香港電影色味,港產片市道不景 亞視又因為虧損連連以減少劇集製作 徐肖強之後甚少在香港演出 他轉到大陸拍劇並定居北京 近年轉戰拍攝網絡電影也極有聲望 在演藝圈仍然非常活躍 如今因病離世的消息傳出 令不少喜歡他的親友和粉絲都很傷心 奪走徐肖強生命的食肚癌 又被稱為無聲殺手癌,奪命率相當高 離彎食肚癌的機率男性比女性多 好發於50至60歲 發生的暴衛以食肚中下段居多 同時擁有食煙飲酒這些不良習慣的人 離彎食肚癌的機率 更是一般人的兩百倍要特別小心 食肚癌分靈之四期 他開始攻擊食肚的時候一點感覺都沒有 食肚癌的八大症狀包括 體重不正常減輕、吞咽困難 慢性胃食肚易流、胸痛、咳嗽、背痛和喉嚨痛 聲音沙啞、咽喉緊縮、食肚乾癟和長期疲倦等等 這條片就和大家講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